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8月3日 星期四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首先講講話說有則熱話就講到內地網民路慎香港人 路慎什麼呢? 話說港人不上很誇張 消費額 今次在說7月 最新情況就是原來香港人不上的時間按摩會給貼士 這個舉動觸露了內地網民 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邊商也講講話說近日WhatsApp有疑似的騙案 看來有人中招 要提醒大家 是怎樣的騙案和訊息是如何的呢? 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也講講另一則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話說德福花園竟然這個400呎暗黑的租盤 看見相片就害怕了 不過相關的地產代理就講明 說沒有死過人和交給 大家看一看這個單位放租多少錢和各位一起講講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導 內地網民路慎港人按摩亂比消費 拉高了深圳物價 講講價招 省錢 不用給貼士 報導的內文看到 前往深圳旅遊成為了不少港人的介入活動 不想吃喝玩樂的價錢便宜之外 選擇也多 自然吸引了港人消費的 不過近來有內地網民發帖文指 自從通關以來 深圳按摩的價格越來越貴 更加將矛頭藉指港人的小費文化 導致按摩的價格飛漲 貴到幾乎令到當地人快點按摩都按不起 話說內地網友發帖文抱怨 自從香港內地通關以來 因為香港人有一種小費文化 導致當地物價越來越高 並表示不要給小費 求求你們不要再給小費 其實我們這裡是沒有小費文化 不用給的 豁胡真心覺得他自願給的除外 除了抱怨之外 這位網友的用意其實是提醒香港人證明消費 教大家如果不想按摩 可以使用團購軟件 例如美團 大眾點評等 價錢便宜之外亦有很多選擇 另外網絡亦承諾沒有額外的消費 所以不需要支付任何小費 不過留言區裏面有不少香港人都表示所謂的小費文化 實質上是按摩店針對香港居民的收費 不是我們要給小費 是潛規則 深正的按摩店一定要勾選小費 最低要給50元 內地網友再教導 如果香港人遇上店家強收小費的話 可以拿手機出來拍攝 保留證據 向當地工商局投訴 也可以直接反問對方 小費是否店內規定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認真有趣 內地網民的路身 港人不想按摩給消費 亦都說拉高深圳物價 當然這個情況除了按摩之外 例如餐廳 一些會給小費的地方都說不一定會有 最新數字 只是7月港人不想消費 已經高達40億元的進章 因為以400多萬人次不上 估計會人花800多元 已經高達40億 近期有些情況浮上水面 包括深圳物價不知會否因此而被拉高 其中源自港人的小費文化 難怪內地網民開帖文 叫大家不要 即是再給小費 這個情況也是有趣的現象 加恩就是港人不想消費的時間豪爽 豪爽的時間亦都令到當地物價高了 當地物價高了 連當地人都感受到的話 這個情況不得不妨 另外轉看一下本地的網絡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疑似燒焦的單位零裝修放租的 特福花園經現400呎 暗黑租盤 放租要多少錢 說話來嘩然地說 報道的內容提到 有網民發鐵文指 有人放租一個嚴重分剋的單位 單位400呎 月租8000元 說明沒有死過人和膠吉 撿一撿就住得 有沒有鬼就說不知道 應該沒有 鐵文一出引來嘩然 發鐵文者沒有說明單位所在的地點 但有網友估計是九龍灣藍醜屋苑 特福花園 根據中原地產和28House的網上找樓平台顯示 特福花園目前一個實用面積 400多尺的單位 最便宜月租約15000元 而那個暗黑單位 交市場便宜了4成6 網友對於單位議論紛紛 不少人懷疑單位曾經遇過嚴重火災 坦然 看見也不舒服 也說看見也頭痛 不過也有網友懷疑鐵文的真偽 因為市主始終未有出租的原文 就問堅定留價是誰找樓網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好 相關熱話在網上繼續討論 話說這間屋一網就好像火災過後 零裝修 結果出租 而且很便宜 但很多網友都質疑是否真的 就這樣看照片很難租出去 因為雖然地產代理的資訊說沒有死過人和交吉 撿一撿就能住 不過問到有沒有鬼的時間 就說不知道 這麼恐怖 所以這件事在網上 今天就繼續討論得而紅紅 另外也說說這件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自私的中年男子為了泊車 而走標位的電單車 網民炮軍沒有品 但律師說他至少犯了三宗罪 報導的內容就看到 有網友在Facebook群組上 貼出一段48秒的車鏡片段 據影片的拍攝角度 推測位置是慈雲山的旭華街 近聖工會慈光堂的路邊電單車拍車位 片中一名未有戴上頭盔的中年大叔 先將自己的電單車停放在政府咪標位旁邊的行人路上 再坐上停泊在咪標停車場裡的另一輛電單車 慢慢移出來 不時將網四周環境 未知是否正在提防原車主回來 中年男子將移出的電單車 立起中柱 然後在旁邊收拾自己的行李 再將自己的電單車 從行人路駛入已經清空的停車位之中 期間未有戴上頭盔 在完成以上的行為過後 中年男子就思思而離開現場 被移出的電單車 就孤零零停在咪標位前 變成了一輛圍拍的車 據網友所指還懷疑因為這樣而被插牌 網友路駛中年男子的行為沒有品 自私 直指他是搬車L 還要搬外出 他也算威 也有人說 鑽條鐵騎人渣出來 HK01問過六位行大律師 律師就說他至少犯了三條罪 估計若然捉到他也挺麻煩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嘩,認真厲害 這個人竟然將一輛 拍在咪標位的電單車搬出來 然後自己拍自己的一輛 那個人就無辜辜辜 變成為拍 再被人抄牌 整件事有片有真相 估計這個人就不容易走得掉 不過未知道事件會不會很快有下文 很多網友都拍過軍 希望捉到這個人渣司機 竟然搬走別人的電單車 自己拍別人的咪標位 另外也提醒各位老友 根據HK01的報道 Whatsapp是否出現騙案 有信息指帳號為例 要求點擊連結認證 報道的內容看到 儘管政府近年多次提醒 市民要小心電信騙案 但仍然有不少人慘中招 日前有黃大仙街坊 收到疑似 是Whatsapp官方所發送的短訊 表示他的帳號 因為涉及違例和安全問題 稍後將會被注射 要求他點擊信息之內的連結 完成認證 事主對相關信息內容感到疑惑 所以發帖文詢問 網民有沒有同類經驗 不少人一看 就認為是釣魚信息的騙案 直指短訊內有三個可疑之柱 包括信息以繁體字 混合這個簡體字 寫成 另外Whatsapp又打錯字 還有商用的網址域名 應該是.com 不是.org 提醒事主不要點擊這個連結 擔心裡面藏有電腦病毒等等的風險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提醒各位近期大家有機會收到這個Whatsapp的訊息 做到好似的 不過原來也是假的 也是那句 若然是真的話 按到你就不會這樣傳給你的 總之各位看到這些超連結 千萬不要按進去 以免因小失大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機 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各大最新最快的消息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